5个小时喝完20升的水 一口气喝完6.9升的奶茶 一次喝完100块的加料饮品 近期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 涌现出一批喝波挑战视频 吸引不少人关注 4月8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设计团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洪 接受中心社采访 他提示 视频中喝波的行为存在健康风险 类似行为不可取 我都喝了三个小时了 喝不动了 他们已经给你抢新新的呀 好吧 没了 我终于喝完了 喝了我五个小时 超了这么多准才超完 到底是哪个粉丝让我挑战的 给我站出来 我要把你的名字挑一千变 这些水也好 果汁也好 油也好 喝了这么多 引起来被扩张 用血液循环 也会增加我们血液循环的负担 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和肾脏的负担 也会引起来 这个消炎的脏气的一个功能损伤 如果是果汁的话 那么里面还有含有大脑的糖分 这些糖分进去以后 也会引起来这个血糖的肾高 后去动用胰腺分离脚素 降低血糖 就会给其他的脏气带来很大量的负担 如果说酒的话 那就更是有问题了 如果酒不只是光 光是引起来这个肝脏的损伤 同时他其实对胃对肝脏对胰腺对心脏对脑血管 这个是这个都有损伤 它是一个全身的损伤 这些短视频以挑战为血头 实则是靠夸张的行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 从而达到变现获利的目的 类似的行为不仅对身体危害性大 还易引发效仿形成不良导向 同时也应当看到 这些行为背后还潜藏法律风险 据知名法律博主郭小明介绍 如果主播因喝波挑战受伤 挑战的发起人 主播 平台则分别要承担法律责任 发起者如果未对挑战的风险进行过科学评估 没有对挑战者进行过安全提示 在挑战结束后 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和安全保障义务 挑战者因此遭受生命健康损害 发起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由于挑战者也是成年人 明知可能存在风险 仍然执意参与 如果造成损害后果 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平台方对这类可能对不特定的网友 造成误导的行为 或者接到其他用户的举报 应当尽到充分的安全警示业务 必要的时候 要对视频进行删除 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处理 如果因为平台没有及时处理 导致损害后果 平台还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郭小明表示 平台在发现存在风险 及不良导向的内容时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进行提醒和处置 并对违规账号进行承接 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在吃播喝播类视频中 对于主播为了吸引粉丝 而进行造假的行为 平台方要及时进行处理 不能任由造假任意妄为 通过录制高风险的吃播喝播视频 博眼球 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产生法律风险 而其背后所传达的铺张浪费 胡吃海盒等不良的价值观 也是应当摒弃和抵制的